昨天馬海先生再次因為拿不到旅遊簽證 被他入境香港 有些朋友可能會問 為何工作簽證又不批 旅遊簽證又不批 但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旅遊簽證 或者是工作簽證之上 重點是我們的入境處是有權根據這個法例 決定哪些人可以入境香港 哪些人不可以入境香港 這個完全是依據香港法例做的一個決定 第二件事我想說 就是根據馬海先生之前在香港所作所為 以及上次被他這個工作簽證之後 其實他是有一個機制去申請上訴的 但是他沒有去做到 以及我自己覺得 他是希望將這件事繼續延續下去 以及繼續政治化下去 很明顯他來香港 並不是想做一個旅客應該要做的事情 另外我自己覺得 馬海先生這次再次用旅客身份來香港 他可能都是會繼續做一些傷害一國兩制 甚至無可能是違反基本法的事情 所以入境處不讓他進入是一個合法合理的決定 這就是我想說的 或者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需要問 但是為何可以推斷他進入 為何要推斷他進入要做這些事情 為何讓他進來做這些事情 然後才會接受 很清楚的 就是我剛才已經說了 根據他之前在香港所做的一些行為 以及就是他本來可以就住他工作簽證 進行一個上訴 他都沒有去做 那明顯地他不是想真的去拿一個工作簽證 或者留在香港進行他自己的記者業務相關的事情 他是想有其他的意圖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他是希望繼續將事件政治化下去 我想是不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 是不是我們政治化了馬海先生呢 我覺得市民大眾大家是有眼看的 他到底在香港到底是做一個記者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他會做一個旅客會做的事情 大家應該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判斷和看到出來的 我們不會討論他 他到底在網絡方面 什麼系列的事情 什麼事情當中 什麼事情就來看 甚麼事情當中 他會不會是為了 為何的意思是為了 Ascording的話 Mr.Mollet 曾在香港之前做的事 我不會是為了 他來香港為一個普通的旅客 他可能會對一國兩國的傷害 我認為他只想要政治化這些問題 它是好處理的 政府要停止他們 我現在的信息是 但我未有一個官方的訊息 但我的理解是他之前沒有提出一個政府的訊息 他之前的兩月過走政是說因為他們一定是上訴的就好了嗎 我想這個你要問回 你要問回政府 但我的理解是如果他是希望真的就住那件事 是能夠有一個公平 或者是他真的想拿回他的工作簽證 應該是即時提出一個上訴 並不是說拖了很長的一個時間 而又用其他的方法 譬如說申請旅遊簽證這樣去香港 我想問一下 如果有這麼多次事件之後 就是已經差不多了 那入境處不需要承諾那件事 就是拖延那件事 我相信入境處都是按香港的入境條例去做這個決定 以往他亦都不會就個別的事件作出一個解釋 這個不單止是特區政府的做法 亦都是國際社會的做法 所以我覺得他繼續用現在的方法去處理 是一個合適合理的做法 有否需要特事特辦 因為入境了國際社會 我不認為這個需要有一個特事特辦 因為根本這個就是入境處 一直以來擁有的一個合法的權力 我想差不多 我知道葉太太想說 好